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真挚的朋友 汉斯独自生活在一间小小的茅屋里面 每天都在花园里辛勤的劳动 那个村子里属他的花园最漂亮了 那里种有石竹 贵竹香 有花王玫瑰 金黄的紫罗兰 青紫和雪白的燕子花 还有楼斗菜和不顾鸟剪丘罗 利金花和野生薄荷 黄水仙和盈春花 他们随着季节争取豆艳 一种花凋谢了 另一种又展开了 所以一年四季 人们都能在花园里看到美丽的花朵 闻到醉人的花香 汉斯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但他认为对他最真诚的 是大个子莫方主修 两个人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 修每次路过汉斯的花园 都会从围墙外 伸过手去摘一大树花 或者拔走一大把香药草 抑或在李子和樱桃成熟的时候 把自己的口袋装得满满的 他对汉斯说 真正的朋友应当共享一切 汉斯听着点头微笑 他为能有这样一个具有高尚思想的朋友 而感到自豪 邻居们有时却觉得这两个人很奇怪 因为富有的莫方主那堆了几百袋面粉 还有六头母牛和一大群猫茸茸的绵羊 他却从不送给汉斯任何东西 可是汉斯却从不在乎这些 他认为能经常听到修谈论真正的朋友 就很高兴了 汉斯一直都在辛勤地劳作 春天 夏天 秋天 他都是很幸福的 可是到了冬天 一旦没有鲜花和水果拿到市场去卖 寒冷和饥饿就会使他吃尽苦头 他只能靠几个甘梨和几颗核桃过冬 有时什么也吃不上就睡觉了 汉斯一冬都很寂寞 因为修从来不来找他 冬天不要去看汉斯 修常这样对妻子说 当人们陷入困境时 应该让他独自待着 不要去烦他 我想真正的友谊就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 他一直等到开春再去找他 那时他会给我一大篮子玫瑰 而他肯定也会感到幸福的 你真是个好心人 听你谈友谊真是心情愉快 就是牧师也说不出你这么美妙动听的话 修的妻子坐在温暖的火炉旁 高兴地听着丈夫的谈论 但是把汉斯叔叔叫到我们家来不好吗 修的小儿子说道 如果汉斯叔叔有困难 我愿意把我的面包分给他 给他看我的小白兔 真是个傻小子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一直送你去读书 你根本什么也没有学到 如果汉斯来我们家看到温暖的火炉 香喷喷的饭菜和大桶的红葡萄酒 会多嫉妒呀 使别人带上嫉妒的感情是很不好的 嫉妒会改变一个人的心灵 我可不能把汉斯善良的心灵变坏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应该实时关心他 不能让他被任何诱惑拉下水 修生气的大声说道 再说 如果汉斯到了我们家 也许会向我说些面粉 我可不能那么做 因为面粉是一回事 有意是另一回事 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想想 为什么会有两个单词呢 就是因为二者的意思完全不同呀 这一点谁都清楚 你说的真妙 我觉得就像坐在教堂里听讲道一样 修的妻子便往废里倒啤酒边说 行为高尚的人很多 摩方主说 可谈吐高尚的人却很欣赏 因为说比做要难得多 要好得多 他拿眼睛瞪着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小儿子 那孩子张红着脸低下了头 过了一会儿 他开始啜气 眼泪滴到了盘子里 但这孩子还小 我们应该原谅他 冬天一过 迎春花就绽放出黄色的花朵 修对妻子说他要去看汉斯 哦你真是个善良人 他的妻子感动的喊道 你总是为别人着想 总是别忘了带上装花的篮子 他用铁链把风车的帆 结实的绑在一起 跨上篮子下山去了 汉斯你好 莫方主愉快地与汉斯搭话 你好 汉斯停下手中的活 脸上笑开了花 整个冬天过得怎么样 你能问候我 我可真高兴呀 我曾担心怎样才能熬过这个冬天呢 不过过得还挺好 现在春天来了 我真高兴 花儿的长势也很好 汉斯 冬天我们常常谈起你 惦记着你 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真是谢谢你 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忘了呢 怎么会呢汉斯 有意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就是有意的崇高之处 但你好像不大明白这一点 算了 不说这个了 你花园里的玫瑰可真够漂亮的 漂亮吧 竟开了这么多 我可真走运 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 然后再买回我的手推车 买回你的手推车 你是说你把它卖了吗 你干了件多蠢的事 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 汉斯惶恐的说 你也知道 冬天是我最痛苦的季节 我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 所以 起初我卖掉了外套上的银扣子 后来又卖掉了银链子 再后来就是大烟斗 最后是手推车 但是现在 我准备把它们再买 汉斯 修做出一副交集的申请说道 我正准备把我的手推车给你 当然得修理一下 因为车子掉了个把手 轮子也有点毛病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给你吧 因为不管在哪 我对你都会很慷慨的 许多人会认为 把车子白白送给别人很愚蠢 但我和他们不同 我是慷慨的 再说 我已经买了新的手推车 放心吧 我会把那辆旧的送给你 啊 你真慷慨 汉斯那小丑事有趣的圆脸上 充满了快乐 我可以很容易的就修好它 我屋里就有一块后木板 后木板 我的舱顶露了个大洞 正需要后木板呢 如果不补伤 粮食就会受潮烂掉的 我真走运 秀高兴的说 做件好事就会有另一件好事发生 太奇妙了 我给你手推车 你给我后木板 当然 车子比后木板值钱的多 但真正的友谊 是不提这些的 快把木板给我吧 今天我就要动手修理仓库了 好的 汉斯跑进仓库 拖出了后木板 不太大呀 等我修完舱顶 恐怕就没有你修车的材料了 但这可不关我的事 我给你手推车 你总得回报我些花吧 来 我带了个篮子 快把它装满吧 说着 修把篮子拿了出来 装满吗 还是有些伤心的问 因为这个篮子太大了 如果把它装满的话 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花 就剩不下多少了 他还想说会引扣子呢 当然了 我把手推车给了你 你给点花不是太难吧 也许我小错了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友谊 要先丢掉欲望 阿你是我最宝贵的朋友 即使把花园里的花圈拿走 也没关系的 听你出色的谈论 比赎贵那银扣子 要幸福得多呢 汉斯把开得美丽诱人的玫瑰 塞满了修的那个大篮子 再见汉斯 修把后木板夹在叶下 另一只手提着大花篮 走了出去 再见 汉斯非常感谢修要把手推车给他 他又开始快活的挖地了 第二天 汉斯正在前门钉钉子 他要把忍东藤挂上去 忽然 听到修在外面喊他 他赶快跳下梯子 横穿过花园 向外望去 之间修扛着一大袋面粉站在那 汉斯 你能替我把这袋面粉 背到市场上卖了吗 修问道 我真是对不起 今天实在太忙了 我得把这些藤蔓都钉好 还得浇花 把草坪捡一捡 汉斯有意道 我都要把手推车给你了 你竟然拒绝我的请求 太不够朋友了 修激动地说 可千万别这么说 不管怎样 我都不会破坏有意的 汉斯跑回屋里 戴上帽子 扛起修的大面带 艰难地向市场走去 那天天非常热 道路上尘土飞扬 汉斯还没有走到一半 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他还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继续往前走着 最后终于走到了市场 他把那袋面粉 卖了个好价钱 然后就急忙往回赶 他耽搁久了 路上会遇见强盗 今天可真够累的 不过好在我没有拒绝修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再说 他还要把手推车送给我呢 汉斯临睡前满意的自言自语道 第二天一大早 修就来要面粉钱 可汉斯太累了 还没起床 天哪 你可真够懒的 我原来以为你是很勤劳的人 才会决定把手推车给你 懒惰可是大罪过 我非常讨厌懒惰的人 唉 我这样说 你不会不高兴吧 你要不是我的朋友 我还不说呢 不能和朋友坦率地 说出自己想法的话 那不是真正的友谊 其实 谁不会说些好听的 讨人欢心的话呢 但真正的友谊 是可以来些忠告的 真正的朋友 也正是那么做的 因为忠告会有助于你的 我真是对不起 汉斯揉揉眼睛 赶快起来 我太累了 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听听鸟的歌声 你也知道 我听了鸟的歌声后 会立刻消除疲倦的 那也是 快换好衣服的末番来 你得帮我修修仓顶 修轻拍着汉斯的背 说道 汉斯本想到花园里去干活 他的花有两天没有浇水了 但他又不能拒绝修 如果我说我忙的话 你会认为我不讲友谊吗 汉斯有些小心翼翼的问道 那当然了 我只拜托你做点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想想看吧 和我给你手推车比起来 这点是算什么 如果你拒绝的话 我会自己干的 不 我来修 汉斯跳下床 穿好衣服 就去了修的仓库 他在那干了整整一天 太阳落山时 修来看活干的怎么样了 看来都已修好了 他用一种脚侠的口吻问道 当然都修好了 汉斯边说边从梯子上爬下来 啊 没有比为别人服务更快乐的事了 修似乎满意的说 听你这么一说 我感到真荣幸 我绝对不会有您这样美妙的想法 汉斯坐在柴堆上 擦擦额头的汗水 说道 不 你也会的 但得再受些苦 你现在还在实践友谊 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 我真的能吗 当然 不过既然你已修好屋顶就回去好好休息吧 明天希望你帮我上山放羊 可怜的汉斯无话可说 第二天早晨 修把羊赶到了汉斯家门口 汉斯不得不赶着羊上山了 这一来又花了一整天 汉斯真是累坏了 他回到家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勉强睁开眼睛 今天终于可以在花园里干活了 汉斯一起来就想去看看花 但却不能 因为凶死总是来找他 叫他跑些差事 或者到墨房去帮忙 汉斯真的有些郁闷着急 生怕花儿们认为 他把他们忘了 但他总是安慰自己 修是他最宝贵的朋友 修准备把手推车给我 这可真够慷慨的 汉斯常这样想着 所以还在为修勤劳地干着活 修则常对他发表一些 有关于友谊的美妙言论 他就一一记下来 晚上还拿出来温习 一天晚上 汉斯正在火炉旁烤火 突然有人敲门 那天风很大 汉斯开始还以为是风呼啸的声音呢 可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 不对 肯定是哪个迷路的行人 汉斯自言自语着走向门口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修 他一手提着灯 一手拄着根大拐杖站在哪里 汉斯出大事了 我那孩子从梯子上掉了下来 我想去请个大夫 可大夫住得太远了 天气又这么糟 你愿意替我去吗 你没有忘记 我要把手推车给你吧 你得报答我呀 所以是不是应该帮我做点什么 当然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我这就去 但你把灯借我用用吧 外面太黑 天气又不好 看不清路 汉斯说 但这是新买的 要是这灯坏了 我的损失就大了 就赶紧把灯放在身后 说道 那好吧 没有灯也能去 汉斯穿上厚厚的羽绒服 戴好暖和的帽子 围好围巾就出发了 多可怕的风暴呀 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狂风肆虐 汉斯几乎被吹跑了 不过他非常勇敢 走了三个小时 终于到了医生家 汉斯嘟嘟地敲着门 谁呀 医生从卧室窗口 探出头来问道 是汉斯医生 什么事呀汉斯 墨坊主的儿子 从梯子上掉下来摔伤了 想请您去看看 好吧 医生提着灯下了楼 骑上马 向休假赶去 汉斯跟在后面 艰难地前进着 风越来越猛 一会儿又下起了倾盆大雨 汉斯不知应该往哪里走 他迷路了 他在黑暗的风雨中徘徊着 结果陷入了沼泽 就这样 可怜的汉斯死在了沼泽边的深潭里 第二天 几个牧羊人在大池塘里 发现了飘在水面上的汉斯的尸体 并打捞上来 送回了他的家里 村子里人人都去参加他的葬礼 他们对诚实善良的汉斯的死 感到惋惜 葬礼由修来主持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 当然应该给我最好的位置 修走在最伍的最前头 偶尔用手券擦擦眼泪 葬礼结束了 人们回来以后都一直在议论着 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 铁匠打心眼里感到伤心 莫方主立刻焦急的说 哎呀 这个手推车是我打算送给汉斯的 现在怎么办呢 也没修理过怎么卖呀 以后再不能随便送人东西了 真让人伤脑筋 这种手推车 就有我们可以承试 可以承试